字幕字幕 李宗盛 阿昭,公司開始試人四天工作 多了一個式鍵日給我們去玩 你覺得在哪裡好? 去離島,出酒客去長洲 又長洲?我上星期才去完 沒有吧 不是啊,想說去長洲再包船去大亞洲 大亞洲去吃水嗎? 水?什麼水? 水是越南海昏味 介紹給你聽吧 大亞洲當時是一個收容越南船民的男人營 當時好像有五千個越南船民在那裡住 一個男人營關閉後 那些設施和角類都陸續拆開了 所以大亞洲現在就變成了一個無人島 看來你也懂些東西 不過大亞洲的歷史就不是那麼簡單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的早期 已經有超過一百個居民住在那裡了 難怪那裡大亞洲會有個天候宮 是啊,聽說還曾經有一個大小亞洲公立學校 不過據說在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的情況下 而且還有一些英資的發展商 向居民收購這個地方 所以慢慢的人就搬來到其他島 以甚麼原因還有一個小亞洲嗎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在大亞洲的旁邊就是這個小亞洲 曾經都是有人在這裡住的 不過已經荒廢了 其實小亞洲和大亞洲都是這個 索菇群島最大的兩個島 他們除了有這些的遺址之外 還有一些山徑小路讓大家去探索一下 所以有不少的人都會一天去這兩個島去玩 好啊,OK啊 那不如適見日 一於來這裡行山之餘 探索感受一下這個埋藏著歷史的荒島 不過呢,大亞洲是沒有公共渡輪去到的 所以我們要包船或者甲船 多數都會在尖沙咀、中環或者長洲出發 偶爾好像都會有些租船公司 有旅行團給我們參加的 好,那我回到搜尋一下資料 搜尋一下哪裏食物都最好吃 這樣就穿完美的顏色見入了 WELLNESS DAY正,GO GO GO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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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